阳述普路 这个是上海的一条重要的工业中心 在这条路上 以叫做什么呢 在公共租界的定位上 它就是工业区 它是属于公共租界的东区 因为当时把公共租界 划分成中西北东四区 东区就是杨树浦地区 而1870年 组成杨树浦路 为日后工业企业的大规模新建 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 以杨树浦路为主干 工部局在杨树浦地区 相继建成多条南北向的道路 杨树浦一带成为工业区 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 杨树浦地区有工厂近300多家 是上海近代工业发展最早 最集中的地带 也是上海最大的工业区 说是上海的 其实也就是中国的 中国最大的工业区 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看到 早期的杨树浦路的街景图片的话 也会有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 毕竟在很多城市的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杨树浦路都长得那个样子 所以在最近呢 有这么一个展览 有这么一个展览呢 把这个在平良路的1490路一号 杨树浦区图书馆平良分馆 举办杨树浦路 近代上海工业第一阶图片展 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 或者怀旧一下 回顾一下新中国 或者旧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